他从一个普通的业务员做起 一直负责公司的海外销售 由于业绩出色 被公司送到香港理工大学 攻读MBA 2007年10月份 彭琪被任命为公司的副总裁 而对于董事长将公司的管理 完全交付给职业经理人彭琪 刘教授内心 其实一直有一个担忧和疑问 我想一般的一些企业里面 尤其是像民营企业里面 这些所有者 一般的对职业经理不是很特别的放心 那他一般来讲 就是一年他每个月 我们都会有一个经营管理会 而且我觉得一个企业 当一个管理的模块新增的时候 它是运行得比较良好的 就不存在信任也不信任 这不是用人来自 靠一个制度和一个模块 在自己这个公司 一个赖总 他能够放心地 把这个企业交给 一个职业经理人 就是彭总 来全权复制的话 没有一套很完善的一种机制来保障 那这个可能会失控 这个企业实际上 它的这个制度方面 建立是相当的完备 这就是你们的那个 产品展示了 对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产品 我给您看 整体的感觉一下 在联创展厅的走访中 一件展品吸引了刘教授的注意 这个展品看上去 像一个液晶电视机 其实这只是一个错觉 它是一台暖风机 你可以按声音 它这个碳火可以调节的 你看 它可以更亮 可以更低 然后它可以加声音 模拟的那个声音 它就 劈里啪啦 老外就喜欢这种嘛 就是碳火 像真的一样的 还有碳火的 劈里啪啦的声音 对 它就可以这样 然后它的灯光呢 它可以 调暗一点啊 关掉啊 它都可以 对 这样一个 在一个正式的产品里面 可以关掉 它还可以工作 因为晚上你想用的时候 又不喜欢那个碳火 太亮了 遭到自己睡着觉 它这个设计就是我 其实暖风机 只是联创集团的 众多礼品家电之一 联创公司成立于1993年 主营礼品 小家电的研发设计 生产 销售 及服务 如今 家电品种 已经发展为数十种 十多年来 正是这种 将家电礼品化的经营理念 让联创科技集团 在国内家电业独树一致 如不形成了 中国最大的 家电礼品产业群 在展厅之内 彭奇向刘教授就谈起了 自己公司的产品 这个时候真是底气十足 可是时光回到2007年的10月 彭奇刚刚走马上任的时候 和现在相比 心情可是天壤之别 不过让他最为头疼的 不是这些产品本身 而是这些产品的配件 就是这些产品的配件 让他感觉危机重重 甚至危机到他的业绩 和副总裁的位子 他为什么对配件会如此担忧 广告之后 咱接着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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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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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